台铁通不通呢 台铁目前呢是可以到这个新营 那么到达新营之后要往南的话 必须要另外的搭这个客运的部分 而在高铁呢 在今天终于是正常行驶了 今天早上呢 有旅客是急急忙忙的到了这个车站去 希望能够赶快搭上第一半的高铁 要回到屏东 因为呢他的家人都在屏东 而且他是边走边哭 心里头非常的急 我们要请在这个高铁的 这个车站最新的情况 请记者这个蔡孟真来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形 孟真 高铁台北组营整点半顶各发一班车 不过全部都是自由座 有民众就抱怨说 他网路的订票系统有状况 那电话也打不进来 讯息不够明确 有一位要回屏东的妈妈就着急的哭了 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我们家里有淹水什么 我们都不能回家 我们都急得要死 网路也不能订 语音也不能 我又没有不能回家 因为风雨大 台铁又没有开到台中 我们都 我们是在屏东啊 我们屏东小说 所以说我们很急啊 记得要回家 不是打 不是打 所以我转车 是每一台 OK 我们是8点 我们是8点 好 谢谢 她妈妈是相当的难过 她是赶回屏东的家里 要整理淹水的家园 相当的无助 其实今天呢 台北左营高铁是整点半点 各发一班列车 其余像是在台铁的部分呢 是南下列车 她只到新营 新营到善化的部分 她是由公路车来接驳 那善化到高雄的部分呢 是每30分钟会对开一列自强号 以上现场最近状况 先把镜头还给棚内 好 这是我们看到 那么台铁跟高铁在今天呢 都有这个车子发了 那么也请您多加的留意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